属于夏天的小龙虾你吃到了吗 快把你的笨蛋闺蜜ate过来让他给你串小龙虾 哈喽大家好我是以文 不知道你们今年的第一顿小龙虾也没吃了 今年的小龙虾呢我是在大排荡吃的 今年咱们换个地方咱们来河马吃 而且河马最近除了喝多甜蜜和冰淇淋 我已经喝不及待了 超级热 我还拿了一个冰冰圈 还久不见河马酱 河马的花真的好漂亮 这是冰淇淋蛋糕 但是买来我们家冰淇淋放不下 可恶 我先来一盒这个 粉丝安利到的 他说这个特别好吃 河马最近出的也太多了吧 这里还有一盒这个 它外面都是坚果 这个来一个吧 感觉很对我的口味 上面全的是豆乳粉 这也是新水的菜式奶茶 还有丝蛋糕 对不起我没拿 因为冰箱真的放不下一点 咱们就是说有超多冰淇淋 我想要这个 我看那个航船小番茄 他说这个是今年河马最好吃的 我要买一盒 它个好大呀 然后我上次去河马的时候 我吃到了他们有一个非常好吃的香芋冰淇淋 在这里 货超满 咱们拿一盒 这个告诉你们 你们最近来河马一定要买 我家里冰箱里还有一瓶这个 这个特别好喝 家里有这个就不买了 这个酸奶也好好喝 这酸奶也买一盒 正好要买酸奶了 主要的话就选择个包 这个它是说有烧鲜草汁的 去年被冰着小龙下就折服了 今年来试试河马的 它这个好像是个美贱连笔子 我真的超级重 拿了一盒今年的夏日必备小龙虾凉 未来的小龙虾超级多 还有蛋丝啊啥的 谁放进去 我想起来了 我昨晚刷小火书的时候 刷到了一个玫瑰椰子水 嘴好看 我得找一找 又来捕获了 家里的这个吃完了再买一瓶 现在这个海鲜加工区上龙虾了 走过来就是满满的龙虾味 你先来吃冰淇淋吧 别的都不太重要 但是冰淇淋等会就化了 逼泥马鼠冰淇淋 看它里面都是这样子 一块一块的 不知道你们小学 有没有吃过香鱼糖 它就是香鱼糖的冰淇淋版本 然后里面还有马鼠 冰淇淋化在你嘴里之后 然后里面的马鼠QQ的 你还可以继续嚼 是每一个香鱼爱好者 都不能错过的一款 我即使对香鱼没有那么喜欢 但是这个真的很让我上头 然后我们再来试试这个冰淇淋 给你们看一下配料表的 毕竟有很多成分的 它里面是这样一只一只的分装 然后总共有六只 它虽然是棒冰的形状 但是它吃起来就跟我们外面卖的冰淇淋是一样的 就是软软乎乎的 但我本来以为它会比较淡 但是它其实味道还是蛮甜的 我们来拆一个小龙虾拌面 这个小龙虾拨好的放下来 我说我三天不吃面条 受不了一点 但是最近不是突然升温吗 我发现火汁汤面 一碰到就浑身出汗 这个凉面就刚好 它就是微微辣的那种 就是我觉得 它这个小龙虾居然给我剧头了 它为什么不能帮我剥好呢 五只小龙虾一起吃 我想超市的应该会有签子 我特地没有买 因为我就觉得河马什么都有 我去找找 现在我朋友来了 我们打算再加小龙虾 现在小龙虾好像有火动 见识吐司 它们这还有好多味道 还有东方小龙虾 还有咖喱的小龙虾 但是我今天来的时候都没有 因为我怕吃不完 选择了打包 等会直接带回家 还可以到夜宵 咱们的冰醉小龙虾 那我们在集体播之前 先来单独试一下 这个冰醉小龙虾 闻起来的味道好清新啊 吃了这个还能开车吗 一个超级饱满 就是甜甜的那种梅子的味道 就算是像我这种 很久没有喝酒的人吃 也觉得很好吃 这个超级大 然后看到我朋友已经吃了 我们现在来播一吃吧 好吃 我已经串了两串了 我们先来吃一串 我还没有尝试过这种吃吧 这应该是冰醉的那串 它是冰冰的 味道的buff一下 这个冷冻的话 它的虾肉就会稍微硬一点 更紧 原来 吃小龙虾串这么爽的吗 但是我发现 这么多一起吃 就会稍微有一点点酒的苦味 又焦了 每个椰子水太好看了 到底是什么人才能抗击这种饮料 它是最最最好看的那种淡粉色 肚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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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有我们日常喝的那种 椰子水这么甜 那条还没有吃完 等会一起来吃 白玉豆腐包 看起来很好吃 上面是三个麻薯 然后撒满了黄豆粉 这麻薯有点硬哦 但是和面包一吃又还好 这个就有点像是换这个样子的 上海的黄豆包 它把麻薯放在它外面 但是它的奶油和黄豆粉造成味道超级浓 面包不是属于特别细腻的 但是又没有很粗糙 是正常的面包体的 我觉得这款整体还不错 而且它的奶油是食物奶 所以它不会腻 大家必须得冷藏保存 这就有点点怪了 因为面包一旦冷藏了 它的面包体就会老化 所以大家拿到了一定要尽快吃 这样子就是最好吃的状态 我觉得这款还可以 新疆坚果乳酪包 是在原来的乳酪包的基础上 加了好多好多好多坚果 然后坚果外面就裹着奶粉 疯狂解漏 这款我觉得非常的好吃 因为哇 就是吃起来有点点脏 它一点都不腻 然后外面那个奶粉就增加了 很强很强的奶味 而且坚果超级多 我是一个非常喜欢吃坚果的人 葡萄干的比重也很多 就吃起来酸酸甜甜的 我爱吃葡萄干的可以避雷了 但是如果你是喜欢吃坚果 和葡萄干的人 你一定要去吃这一款 就是一口爱上的 我不是一个喜欢吃乳酪包的人 这这个一直尿 到底什么人才能优雅地吃它了 如果我在家里吃这个的话 我们家小狗已经开心死了 天降美食 它吃坚果 我后死了 那不是天降美食了 天降毒药 这是那个拉丝红豆麻薯 那它既然写了拉丝 我就必须得拉一个 嗯它好像香菇哦 诶真的可以拉 不懂学问在做一种样的 它的黑糖味道也很浓 就是它也能拉丝 但是我觉得它的这个黑糖 它的麻薯是融合不起来的 它很奇怪的味道 让我等会儿回去 空气炸锅热一下吧 加热了之后真的超级好吃 各位 我受惠了 对没有加热的它的评价 吃小龙虾串 真的太幸福了 快喊你的笨蛋魏蜜 给你包小龙虾 嗯 这里面还要想一下我没吃完 嗯 好味成功 那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